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支持藏民自治 他向来是中国当局的眼中钉 想要对达赖不利的传言也一直盛宵成上 不论是印度或是这次到英国的访问 都曾接过线报有人要对其不利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可以证实这场消息的准确性 但一从达赖进来身旁保安人数大幅增加来看 达赖方面的确还是不敢大意 76岁的达赖去年3月宣布退位 但是北京当局仍然指责达赖搞藏毒 煽动旌旗穿脏自焚的事件 而拒绝与他对话 达赖则坚称 只是希望西藏能够在中国治下取得更多的自治权 两边互不相让 让西藏问题持续延烧 中日新闻 冯云超报道